Shalom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件 觀光客去以色列一定要知道的 登登 金錢陷阱 那今天呢會跟大家分享五個 我覺得觀光客在以色列最常碰到的 跟錢有關的一些陷阱 那我覺得很重要 當然它不會只是說 你去以色列的時候才會發生的狀況 因為只要觀光客你出國到一個陌生的國家 就有可能會碰到類似的情況 所以希望我過去的這些經驗 還有一些建議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第一點呢 就是觀光客最容易被瞞天開架 意思就是說你可能到一家商店 然後你覺得說 可能商家有一些甜言蜜語花言巧語 然後就讓你會覺得說 這個什麼衣服啊 它手工製的啊 只有在這裡買得到啊 然後可能你就花了 假設100塊美金買它 那到小孩家店你就會發現 哦 只要100塊 shekels 那美金呢跟shekels的差別 呃 比例是3.5 所以100塊美金等於是350塊 shekels 那那種情況你就會覺得說 呃 很歐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當然第一個是貨比3家 那不然就是說要殺價 那我以後會再來分享說 在以色列要怎麼樣殺價 不然我會很快就沒有題材 那第二個呢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說 呃搭計程車的時候很容易因為 會計程車司機亂繞路 然後你就多花錢 那這個其實很多國家都會發生 也不是只有以色列 那解決方法是什麼 就是一個是你可以先跟司機講好價格 好比說現在在耶路撒冷的某個地方 然後我要去以色列博物館就跟他說 30或者是40 那他如果OK 那你就上車 你也不會擔心說他亂繞路 另一個方法呢 就是下載以色列才能夠用的 一個租車軟體叫做 GET GETT 那因為UBER在以色列目前還不能用 呃如果以後資訊更新的話 會再告訴大家 所以目前以色列人都是用GET這個軟體 那他叫一次車呢 是要付5塊錢shekels的一個叫車費 等於台幣差不多80 那好處有兩個嘛 一個是你可能在荒郊野外 那這樣子就可以叫的到計程車 那另一個的話就是不怕被繞路 所以我覺得很好 那第三個呢就是 必別 其實剛才薩威也有講過就是 呃如果說你把美金當成shekels 或者是shekels當成美金 那都會鬧出笑話來 但是有時候就不好笑 因為假設說你在一間店好了 你可能就是頂多你不買這個東西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已經吃了一個烤肉 然後你本來以為他是80shekels 結果結帳的時候發現是80美金 比如說你可能本來是花個 呃台幣700塊吃烤肉串 然後現在變成要付台幣2000多塊 可是你已經吃啦 你沒有任何的退路 所以那種情況就會很不好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 呃我覺得大家防範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如果說網路上已經有人在講說 某一家店他是黑店 他常常這樣做他都這樣做的時候就 要特別注意 那我會這樣講是因為真的有實力 是我的朋友還有我的讀者 他們在耶路撒冷聖母教堂 苦陸第九站那邊 就有一個看起來很誘人的阿拉伯烤肉店 然後就是 就我剛才說的情況 你進去的時候他是沒有menu的 可是呢你問他多少錢 他就跟你講一個數字 如果你沒有跟老闆確認說 哦剛才你說的這個 其實是share close 還是美金的話 你就會在結帳的時候才會發現 哇你剛才說的是美金 那他不會他不會讓你的 就我朋友的這些經驗 他們都真的就是好默默吃虧 所以第二個防範方法就是 呃不一定是只有這間店 在任何你旅遊的地方 其實都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問說 啊你剛才說這個10塊 是share close 還是是美金 呃多問 不會有任何的損失 少問才會發生狀況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多問 第四個就是 就是在一些景點 他明明是免費景點 那就會有莫名其妙的當地人 然後就出來就跟你說 你要參觀可以 可是你要付多少多少錢 可能是5塊share close 說10塊share close 那其實都不會是大錢 可是這種狀況突然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啦 有兩種人嘛 一個就是哦 反正也不知道這個地方不用錢 那就付錢了 反正又不是大錢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比較像是我這種人 就很老實說我會 我會就生氣 因為我會覺得說 這種態度就是不合理啊 不公益啊 所以就跟人家就是賭氣 就會還會理直氣壯 好 就自己把自己的缺點都講出來了 那我會給大家建議就是 嗯 殺價 因為他如果是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拿出收據給你 那其實他就是想要從你身上撈到一點好處 那就給他一點好處 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這種情況其實 我說是不常發生 但是我自己也發生接近4次 那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橄欖山山角 有一個童女瑪莉亞的一個墓穴 那個是一個免費景點 然後就有一個阿拉伯人就過來跟我說 然後我說沒有沒有要付門票 然後他就大笑 然後我也大笑 然後我們就聊起來了 那這是一個比較快樂的例子啦 但是很多時候其實他不會這麼圓滿的結束 那我覺得可能就是你心裡有一點防範 5塊錢就5塊錢 然後如果你是5個人或者是4個人 那你可能就可以殺價到2個人或3個人的錢 就是你省一點 然後他也少賺你一點就這樣 那第五個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換錢的時候的手續費 然後在以色列你會看到 就路邊就有換錢的那個money exchange 換錢鎖 那有些就會 所以我們匯率就好像看起來比較好 但是你要注意那個可能是一個陷阱 其實也不算是一個陷阱 就是他不會很明顯的 在一個地方跟你說他今天的手續費是 10%還是15%他不會寫 你可能就會看到說 我們一般換美金不是3.5嗎 這家很好耶 匯率3.8耶3.9耶 然後你就很開心 然後就換可能300塊美金這樣 可是拿回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怎麼還要收手續費 那這樣子算一算好像連一般的3.5都沒有 可能只有3.2 3.3 那所以這種情況呢 我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你要注意有沒有手續費 那如果你是在耶路撒冷的話 我已經有在以色列美角換錢的一個文章裡面 就已經分享了兩個我覺得很棒的換錢地點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它是我換到匯率最好的地方 好希望以上5點有幫助到大家 因為我覺得說 疫情過後大家再度去自助旅行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 呃 以前旅行的時候會有的警覺心 可能因為 呃太久沒出國 然後就有點生疏了 所以在這裡就是提醒大家 在這方面呢 你可以多注意一下 然後以後出國的時候 碰到類似情況就知道要怎麼樣去應變了 好希望大家覺得這個影片有幫助 然後如果你覺得說 欸還想知道什麼關於以色列的消息 或者是旅遊攻略的話 請在留言地方留言給我 或者是私訊我 那歡迎大家繼續關注以色列美角這個頻道喔 掰掰 Shalom